所以为什么你看佛罗伦尼套一直从头到要卖整个迪玛利亚 迪玛利亚也没有说过佛罗伦尼套好话 卡卡的这种形象在亚洲人特别欣赏 你像韩国日本中国人特别 但是卡卡这种形象 我给大家说实话 卡卡在欧洲西方人的眼里没有把卡卡定位为这种YYDS 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无敌从上于什么布拉德匹特这种长相 他们无与伦比爱这种长相 他们就觉得好妈就这种 对强森这种 中国人说两个腮帮子那么宽 狗人看着难受的呀 都想把他腮帮子按下去 对不对 第一任女朋友 美国甜心 大家知道谁吧 你们知道的 拍美国最经典 杜瓣评分到今天第一名的电视剧的内容 对吧 你们说穆里尼奥布拉德匹特 大家知道 穆里尼奥自己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喷了 说他认为布拉德匹特眼睛有问题 把放的Rachel这种女性 这种女朋友 他竟然都不要 说我认为 就是说这个布拉德匹特 我认为他脑子有病 大家知道这个梗的扣个溜 不知道的 等会结束了 下了小七个直播第一时间去查 你们就送穆里尼奥布拉德匹特 再给大家佐证另外一个 你们为什么看 小贝是难得的东西方都认的这种言 阿维贝克汉武是很难得 就是东方人特别喜欢他这个言 觉得他是无与伦比帅 西方人也认可 但是你们注意去看 小贝在西方人的 就是展示自己的帅 更多是展示的内护 展示自己的八卦腹肌 展示自己的小胡子 他就一定要叙叙留个侧背 很绅士 对不对 大家还是欣赏他这种形 他这种身材 再加他的眼 但是东方人喜欢他 就喜欢当年那个 这个墨西干的小贝 对吧 一个飘逸金发的小贝 阳光少年 撒千毒的那种小贝 对不对 一头金发的小贝 人家把流量掌握 流量密码掌握了 用你们实际上的流行的话 罗伯特巴乔皮耶罗 不用说 这两个长得都帅 当然皮耶罗就是小七哥 小时候的偶像吗 他的颜值 我一直认为很帅 欧文挺帅 欧文娃娃脸吗 午后阳光青年 是的 黄马略伦特 是的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西方人评选的 足球运动员里面 长得最帅的钱十鸣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个人 来打出他的名字 德国国家队 原主力中卫 来打出他的名字 但是在东方 尤其在中国 很多人都欣赏不来 胡梅尔斯的帅 你们觉得胡梅尔斯帅吗 西方评论 胡梅尔斯就是YYDS的帅 但是中国很多球迷 get不到胡梅尔斯的帅 你们说胡梅尔斯帅不帅 我觉得挺帅 但是咱们有很多人说是 胡梅尔斯老给人脏不垃圾 脸上脏脏的 我又觉得很帅 看有很多球迷就有人不帅 一般吧 西方里面胡梅尔斯很帅 公认的帅 这确实是 之前有另外一个特别帅的 就是南美人很欣赏 中国人叫圣克鲁斯 他都远古时期的 之前效率的带着木尼黑 对 罗伊斯是皮帅 真的是 史尔瓦斯越到年龄大 越感觉有形 我问大家一个 就说这句话 小齐克get不到J罗的帅 这是我很难得 我学东西方这些帅 我都能看 但是我get不到J罗的帅 就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J罗帅吗 我老觉得J罗嘴太大 就是他嘴宽到这 哎呀 我get不到J罗的帅 女孩是不是觉得J罗很帅是吧 我能get得到贝克汉姆 能get到卡卡 这些我都张不能 迪巴拉也能get到 迪巴拉也帅 迪巴拉是真帅 这不用说 迪巴拉单看五官是五与伦比的帅 这确实帅 对吧 来万长得一看 就是我们说的 生活里面单位一个领导 或者你的同学里面哪一个老师 就是你的同学 他哥哥 小齐克这个形容 也没有形容到你们骨子里面 来万长得像不像 你到你同学家里去玩 你同学他哥突然出来了 你说呀你哥真帅 是不是 哼 这个形容咋样 来万长得有点那个味 对 就你觉得这个人不坏 巴拉丽苏他肯定帅 活地 维拉丽很帅 维拉丽单单纯把眼睛拿出来是真的很帅 维拉丽把眼睛拿出来是真的帅 眼睛是蓝色的 不过再说另外一个 贝尔纳戴斯基 贝尔乱戴斯基长发 福尔伦萨时期那个长 贝尔纳戴斯基那个长发真的是 就你们的话是 要纯玉系 是不是叫纯玉系大帅哥 又纯又玉 我的个妈呀 绝了 巴尔特拉也帅 巴尔特拉不是当时巴塞罗那的对草吗 对吧 纯玉系 小西哥现在跟你们05后都学了一堆新的那个啥名词了吗 纯玉 小西德华怎么样 有小贝那味 贝尔大带斯基确实很帅 迪巴拉也确实是 梅西有效 艾马尔肯定帅 艾马尔是把他长相不收拾 艾马尔那后来胡子都不挂了 艾马尔稍微把自己再收拾一下 那真的是绝对帅 可以的 脱雷斯脱妞 一直长得是没有啥说的 莫拉塔从颜值上是无为伦比的 莫拉塔的能力跟他的颜值不匹配 弗兰吉德荣我觉得应该比较帅 大家看弗兰吉德荣能不能我这样形容 就是小甜菜 弗兰吉德荣就是我们见的阳光少男 你看一头金发短发大起来 然后穿一身这种小西装 再配一个旅游鞋 再配一个小书包 你觉得很阳光 对吧